好久不见 莲儿 好久不见 不行不行 这太直接了 莲儿 朕许久不来 你想念朕吗 这也不行 这么说的话 表示朕 太想念她了 该怎么说 该怎么说呢 皇上 臣妾参见皇上 来 平身 你来得正好 你跟莲儿都是好姐妹 你快跟朕说说 她喜欢什么 皇上 怎么忽然这么关心莲儿啊 你们都是朕的妻子 朕的家人 之前莲儿她私自出宫 朕很生气 不过现在想来也没什么大事 毕竟是为了救命嘛 朕跟莲儿再怎么说 也是患难夫妻 总不能 不阴不阳的 朕心里怪难受的 皇上 原来皇上还是这么重视莲儿 朕也重视你啊 这样 我们一家人好好的 别再闹什么矛盾了 好不好 你说呢 是 那你快说 林儿喜欢什么 臣礼卫参见皇上 平身 谢皇上 皇上 那臣妾就先跪安了 好 你来得正好 朕正想问问你 过两天是西非娘娘的生辰 你说朕该送她些什么好 这 是 臣妾参见西非娘娘 千贵人 快起来吧 你怎么有空过来 娘娘 咱们两个现在 可真是同病相连呀 你说 以前争也好 斗也好 都以为自己挺聪明的 其实呢 咱们俩哪是那最最聪明的呀 瞧瞧现在 你做你的冷板凳 我做我的空屋子 咱们都是一样的 千贵人过来 就是跟本宫说这些的吗 当然不是 娘娘啊 这些日子 臣妾也算想明白了 也看透了 男人嘛 不就那么回事吗 皇上不来得好 我心里啊 反而觉得很清静 可是臣妾 替娘娘不值啊 你说 娘娘跟皇上以前 那是多么恩爱的一对啊 让臣妾都羡慕死了 可如今呢 好端端的 这一切 都被自己身边 那个最亲近的人给夺走了 这口气哪能言得下去啊 娘娘 不如 我们一起联手 皇上喜欢谁 爱跟谁在一起 那是皇上的事 我们身为后宫的嫔妃 应该以皇上为天 顺着皇上的意思 其他的事情 本宫不感兴趣 本宫也不想去想 西妃娘娘就是西妃娘娘啊 多么贤惠啊 这要是后宫啊 多像您这样 这天下就太平了 好 如果你想 你也可以 逗来逗去 不过是伤人伤计而已 说得到清清 可是凭什么你们 可以获得皇上的宠爱 却要我承受寂寞的痛苦 我就是要你们斗 你们斗死了才好 不然 我这口气往哪儿出啊 西妃娘娘 放着去吧 是 怎么这么多礼物啊 这一件件的 让人看了 心里真欢喜 那匹布是玉树送的 这些小玩意儿 是后宫的其他娘娘送的 他们实在是太客气了 不过是个生日而已 娘娘过生日啊 那臣妾也得赶快去准备 一份礼物才行啊 这块布真是漂亮 要是臣妾也有这样一块布 那该有多好啊 你要是喜欢 你就拿去吧 本宫留着也没什么用 这 这合适吗 娘娘过生日 我还没送礼物呢 还要从您这儿拿东西 这真是 没关系的 只要你喜欢就好 本宫希望你开心 西妃娘娘真好 那臣妾就谢谢娘娘了 娘娘 你看那边的花开得好美啊 娘娘 要不要奴婢摘的花 戴在娘娘头上 摘了它很快就死了 还是让它在这儿开着吧 娘娘不用为花可惜 就算我们不摘 这花也会死的 再说了 这花也没有百日红的 是啊 花无百日红 别说是百日了 就算是几日 也不一定熬得住啊 哎呀 真是气死我了 这不是千贵人吗 是谁把我们千贵人惹怒了 气成这个样子 玉贵人 你是不知道 我刚才去看西妃娘娘 我在她门口 看见一块很好看的布 哎呀 我还高兴呢 以为自己捡到便宜 结果 你看你看 好好的一块布 被捡成这样了 哎呀 多可惜啊 这块布是本宫送给她的 那可见她有多恨你了 怎么了 玉贵人 走 我扶你坐下 来 这是怎么了 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 老是干呕 你不会是有了吧 真的 真的 看这样子十有八九十有了 好在现在皇上宠你 孩子自然是没事 不过要是哪天西妃娘娘得宠了 哎 那你的日子可就惨了 啊 皇上正张落着给她过生日呢 看来这股风 很快就吹到除休宫了 那你怎么办呀 本宫本来是想要跟她求和的 现在看来这个样子 就各过各的吧 别来往了 各过各的 玉树怎么可能啊 我告诉你 她肯定会拿你的孩子开刀的 你想啊 她怀孕了 你也怀孕了 虽说 皇上的皇子已经有好几个了 但是嫡出的只有你们两个 到时候竞争起来 就不知道鹿死谁手了 那本宫该怎么办呢 要我说呀 打蛇就得打七寸 上次皇上 不是为了果亲王的事 不理他了吗 我跟你说实话 他跟果亲王之间的纠葛 还不止那么多 还有什么 我告诉你啊 我亲眼看到 他们在牢里私会 我甚至怀疑 他肚子里的孩子 到底是不是皇上的 这话你可不能乱说 我没有乱说 宗人府的狱卒 他们可以作证的 狱卒